各位网友各位同伴大家好 我是老别人 欢迎来到民族境线 给最近的这几个事情 大家来做一个梳理 最近大家可能这个心情也不太好 很多人呢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放开了嘛 很多地方都是阳性的 很多人都阳了 包括看我节目很多人都阳了 尤其是在北京的听众 阳性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就这个事情呢 大家也是 也没办法 很多还有这些基础病的 你要怎么办呢 是不是 现在就是很难 风就饿死 不风 对吧 那你只能阳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可能这就是咱们这一代人 要经历的事情 没办法 只能去经历它 那么日子还是要过 还是要继续下去 大家的心情放平常 开开心心过也是过一天 不开心过也是过一天 还是一个做好个人的防护 这是最重要的 好吧 那么近期呢 大家看到 刚才我那集跟大家讲了 中印突然之间在边境弄起来了 这个事情应该是真实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 我一直以来找的一些新闻的 一些可靠的来源 比较 信誉度比较好的一些新闻 都在报这个事情 这是发生的这个冲突 正儿八经的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 这个 这还是跟台海情势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下 英媒 台湾所谓断交部长 吴找谢 称北京准备再找借口 演习未来攻台行动 英媒12月12日公布 他们访问 串台 外交部长吴找谢的内容 他称台湾相信 北京正准备再找另一个借口 以演习未来的攻台行动 英国卫报在12月12日的报道中 引述吴找谢的话说 我们台湾颇为肯定 北京肯定想用另一个借口 来演习他们未来会对台湾发动的攻势 所以这是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他表示 北京的军事威胁 比以往那个时候都更加严重 自2020年以来 进入台所谓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 军机架次增加了五倍 他指正增加的不仅是北京的军事行动 来自北京的综合压力也在增加 包括经济胁迫 网络攻击 认知和法律战 以及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外交行动 吴找谢称 台湾之前透过与北京关系良好的台湾商人和学者 与北京保持一些沟通渠道 但在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 这些沟通渠道开始关闭 那么这一点就是说 台这个断交部长吴找谢呢 他现在给大家就是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情况 也就是说综合行动对台的这个压力是在升高的 尤其在二十大以后 因为大家要知道 二十大北京你要知道习近平 他冒了很大的风险 很大的风险 但因为知道 那个两个派系的人 是在中国的政坛是盘根错节 错综复杂的 你要知道 这些人虽然说他们不掌握刀把子 不掌握枪杆子 但是呢 他们在其他的这些非武力暴力机构的这个领域当中 他们也有广泛的人脉 所以说这样的人脉呢 他不敢说妄议中央 不敢说直接过来反对习 但是会做很多小动作 所以说呢 习近平他要去解决一些事情 他必须要冒很大的风险 对吧 那就是常委全都是自己的老部下 全都是自己人 那么在军方也是 军方全都是换上去这个台海帮 以及代表越战实战经验的张又霞 72岁了 张又霞还得当军委 其实到了七十多岁 其实应该都退休了 但是没办法 因为现在有重大的事情要做 所以说再加上习近平在出国访问前 他去这个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去穿上这个迷彩服军装亮相拍了一个照片 已经就是目的很明确 就是军委主席全全负责 那么当二十大开完满一个月之后 国内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反对动态清零 包括所谓的白纸鹅革命 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么习近平他就是主动要出击了 主动出击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那么我们之前在东盟这边 东盟这边其实影响力 它不是说很大 但是呢 它是我们的这个前院 那前院你必须要巩固 也就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先去后院 后院是中亚 中国的后院就是中亚 俄罗斯现在也是变成了中国的加拿大 也是差不多也算是自己的后院吧 但主要的后院还是中亚 中国在跟俄罗斯没有因为俄乌战争 搞这些油气管道的这些项目的时候 我们的天然气主要来自于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那这里是我们的后院 前院是东盟这一带 这一带基本上现在已经是 也是搞定了 包括新加坡的转变 印尼的转变 这都是很重要 但这个背景 包括这个南海的 包括越南的转变 也很重要 这边我们巩固好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现在的西方呢 它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有一个最直观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在美国的网友给我 录了一段这个 他开车时候的车载 音响里放的一段音 就是说 他的广告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一个美国的小孩 跟着母亲讲 什么时候去超市 想买点点吃的 就是零食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 这个叫做盆化食品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那他的母亲就告诉他 我们不去超市了 这里一拜不会去 这个月我们都不会去 那孩子问他为什么 他说 我们父母不是习账单 也就是说 本该在孩子 天真赖漫的童年当中 父母却告诉他 这个现实的这个状况 财务的这个危机 财务的状况 所以这个就其实 对孩子身心健康是不利的 虽然说他是美国人 也许他是我们的帝国 但对于他的小孩 对 也许他长大以后 都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火种 对吧 但是就目前来讲 我们就是论事 那么就代表说 现在整个西方 由于俄乌战争 由于跟中国的这种冷战 这种状态 他们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差的 整体的经济是不好的 那么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原因是很简单 原因也就是因为要遏制中国 要掐死俄罗斯 而俄罗斯现在情况是什么 俄罗斯已经被 可以讲 被剃除出国际舞台了 也就是说 在西方他们这种 举西方之力的背景之下 俄罗斯确实被剃除国际舞台了 在联合国他没办法发挥影响力 在G20峰会现场 普京他都懒得过来 然后在任何的国际舞台 你说这种 世界杯也好 奥运会也好 他都没有他的份 也就是说 他们也把俄罗斯开出地球球机 所以俄国现在的状态 由于俄乌冲突 这个地方的耗着 再加上 中亚跟高家族的影响力 也在回收 中东这边的权力 也就是那样 也就在叙利亚 他都要求说 土耳其别去地面进攻 但是呢 土耳其也没怎么鸟他 所以现在俄罗斯进入到 一个自给自足的一个状态 我地大物博 我可以吃海鲜 我可以吃粮食 我可以吃面包 我有油气可以使用 俄罗斯的加油是很便宜的 真的很便宜 可能人民币就两块五毛钱 他一升那种油 所以他很便宜 所以他是可以自己自足的 所以他现在 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 而目前西方的状态也不行 所以说习近平主动出击 要到中东去谈这个 也冒着得罪伊朗的风险 也要跟他去谈这个人民币石油 俄罗斯 普京他最大的成功 欧武战争的成功是什么 他搞出来天然气卢布 搞出来天然气卢布 这就是可以抗衡美元的一种架构体系 也就是把卢布变成了小黄金 卢布跟黄金他又是挂钩的 所以说卢布现在你手持卢布是很值钱的 大家明白 因为在之前美联储加息的过程当中 美元对其他的货币都形成了收割 人民币还是扛得比较厉害 现在又稍微有所下滑了 我看最高到了七块三毛几 将近七块四了 现在都才七块钱左右 对吧 少了三毛七了 那卢布 他是唯一对是收割美元的 所以这个是普京这场俄乌战争 他打的最值的地方 这是在金融系统当中所体现出来的 这个是跟他们这个俄罗斯这个央行行长的能力 是不不 是是是这个等同的了 是很厉害的 那么 中国现在也是要做一个准备 就是说 我在上海突然之间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个上海石油天然气的一个交易中心 一个结算中心 习近平到中东去 让跟美国关系紧张的沙特王储 把这些阿拉伯国家 北非中东的全部召集过来 包括还召集海河会 就是跟中国来谈这个 习近平就会告诉他们 我要用人民币来结算 那这一次只是说第一次的这个接触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峰会 接触 也就是说你们跟我所有的生意 能源 任何的贸易 就要开始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了 那沙特跟中国很多的 在中国看来很多大型这种项目 沙美公司又有一部分可能要来这边来上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就是要跟他们谈 人民币石油 那么 你西方或者其他地方跟沙特的这种结算 还是用美元 但是你跟我中国的结算 我中国如此庞大的这个市场 我准备这些资金 我就是为你而准备的 你就是要跟我用人民币来结算 这样的话对美元又是一种打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在为武统台湾做了准备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 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的着急 这么的歇斯底里 一两个小时就会出台一项对中国的制裁 这是很夸张的一个事情 他甚至于他的心态 我们已经拿捏得非常准了 拿捏得准到什么地步 就是说西藏的议题 他们是一个失败的议题 西藏他们搞不出来任何的东西 原来大家看到没有 这几年只说新疆 西藏 说新疆 香港和台湾 中国人权 但是很少再提西藏 那么连这个很少再提的西藏 达赖喇嘛都说 都已经无奈到说 我死了 没有下一代达赖喇嘛了 他都说出这种话了 就代表说对美国对西方的支持率也很失望 而印度本身可以在这个地方为他吹一口气 但是也被中国给打跑了 所以现在只能说在藏联地区搞一件他妈的小事情 搞一件小事 那么印度 藏联总有一天会被我们给收拾的 这是他自找的 所以说 在看吴爪泻说的这个话 所以他们都不是傻子 我们再来看一遍 他只正增加的不仅是北京的军事行动 但是北京的综合压力也在增加 包括经济胁迫 网络攻击 认知和法律战 以及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外交行动 所以他也是在西方发出警告 也是在向西方呐喊 但西方却无能为力 因为我说过 从那一则小的收音 那个车载收音机里面所放出的那则广告 就代表了说 今天人们正经白云的去投广告 就要投这样的广告 对吧 所以就代表说西方的社会也没办法 所以中国必须要跟沙特以这样的方式 跟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以这样的方式去合作 前院后院稳固以后 那最重要的点 跟韩国也是稳住 跟日本也是保持一种交流 虽然说是敌对的 但是至少说 在这个敌对的框架之下还是有交流 哪怕跟美国也有这样子的一种交流 但是现在习近平也是意识到 内部的矛盾 再加上外部 现在美国共和党掌握这个美国真正的国会 众议院 那么这个麦卡锡有可能一月份到台湾来 或者接下来就说 不管他来不来 对中国的所有政策 哪怕是拜登政府有限度的跟中国的这种合作 他们都会去破坏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 比如说 什么美国那些白佑的州 大家知道 到台湾来的这些美国国会议员 主要以白佑为主的 所以说我们已经明白了 就是说不可能 中美关系不可能好 不可能好的 就是中美关系今天恶化一点 台湾就危险一点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状态 今天中美 美国对中国制裁多 中国对台湾的打击就越猛 直到这个爆点来临 而直接就发生了这个武统 就是这样子 那武统以后 人家说中美关系会更恶化 我倒是觉得不见得 武统以后可能 关系就有所缓和了 因为 因为美国 对吧 中国这个流子给它割掉了 美国也没办法利用了 那么办法 现实就是说只能回到双方去友好的一种状态当中去 所以说近期一系列的内部跟外部的事情 大家就能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呢 我跟各位讲 现在就是 印度这边 他就是会想搞点事情 对台湾的这个打击是越来越猛 这是一个好事情 武统前必要是穷台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那个点是快到来了 所以我近期的这种分析 给大家打个提前量的分析是没错的 我说这个台海这边 真的是相当的危机了 这个爆点事要快来了 对吧 这种感觉叫什么 就像突然之间疫情解封了 你也懵逼了 那边也是 你天天感觉麻木了麻木了 你要知道北京解封了 这三年的疫情解封了 就意味着台海这边也要开始解封了 那就是要爆了 台湾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台湾这边 他会非常非常的倒霉 他会到处会在我面前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说做好准备吧 各位迎接这一刻的到来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编达 许诺节目 谢谢 谢谢